皇帝在宫中曾说过一句,他要用烟小椅,敢用小燕椅,当其实,范贤恨不得伸一个话筒过去问他,你的心情究竟是怎样的?他的心情究竟又是怎样的?农药看人本心,当心把自己看得蹊跷流血。 直至今日,范贤对皇帝也只有那么一抹似有若无的感情,按理讲,本不需要如此操心沁国的存亡,皇帝的生死,可是为了自己和亲人的将来,他不得不鞠躬尽瘁,这便是无奈了。 马车出了南城门,四个轮子依次被那道硬拢颠了一下,本来有些迷迷糊糊的范贤顿时醒了过来,掀开车帘走了出去,一面打着喝歉,一面往南边的关道上望去。 此时已经是下午,进城的人们并不多,负责城门的城门司与负责防卫的京都守备的兵士们有些百无聊赖地执行着每日的工作,骤见一辆黑色马车在十几名监察院官员的保护下来,到了城门口,众人心头一惊。 在看着马车下那个打着喝歉的年轻官员,众人马上猜到了他的身份,天南城门司的城门领参将得了消息,赶紧跑了过来,给范贤端来长凳,奉上热茶。 范贤也不客气,抱着茶碗咕嘟咕嘟地大口喝着。 没有等多久,关到尽头便出现了一个车队的身影,沿着地平线上的那一排野树,渐行渐进,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城门前。 范贤迎了上去,车队停了下来,马车中航下高达等七名虎卫,外加一英六处剑手刷的一声半跪余地,向他行礼。 范贤挥手,让他们起来,自然不免还要温言赞赏几句,脚下却未停,直接登上了中间的那辆马车。 一掀车脸,只见婉儿正抱着一个蓝布包裹在打瞌睡,长长的睫毛安静地拂在白暂地肌肤上,一落刘海安详地垂在额下,遮住了姑娘家的眷容。 范贤一正,不想去喊醒她,只是坐在了她的身边,把她怀里的蓝布包裹取了过来,同时疑惑地看了对面一眼。 坐在对面的思思眨着眼睛,小声说道,昨夜里弄久了,皆精神不大好。 范贤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是一车队入城,只是小声提醒高达等人。 入城门笼的时候,仔细歇,别颠醒了车厢里的这位。 马车穿过小半个京都街巷,来到南城那条寂静的长街上,停在了范府的正门口。 马车停了,婉儿也迷迷糊糊醒了。 下一时里,抱着身边那只并不粗壮,却格外有力的胳膊蹭了两下,觉得有一种久违的温暖回来,到了自己的身边,往那个更温暖的怀里钻了钻。 却马上醒了,姑娘家吓了一跳,蹦降起来,才发现身旁是已经睡着了的范贤,将那颗心放回肚子里,看着久未见着地熟悉容颜,忍不住天真的笑了笑,吐了吐舌头。 啪啪啪啪啪,一串极热闹的鞭炮响起,惊醒了睡梦中的范贤,她有些恼火地咕弄了几句,一回胳膊却发现爆了一个空。 那么的睁眼一看,却见妻子正缩在胰脚里,看着自己。 先前婉儿正正地看着范贤,半闪后才发现丝丝也在对面,又发现范贤被鞭炮惊醒,一时间觉得好不尴尬, 羞得脸大通红。 范贤望着妻子笑了笑,一手抓着蓝布包裹,一手牵着她行下了马车,没有细说什么,反而是抱怨道,哪家府上取新嫁妇? 怎么搞得这么热闹? 婉儿眼嘴一笑,指着范府大门说道,我也觉着奇怪,是咱们家在放跑,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喜事。 吴,狄龙叔,屋八整二里。 思思这时抱着贴身小包裹,也下来了,看着范府正门口人来人往,红灯高悬,鞭炮齐鸣的热闹景象,也是被吓了一跳。 哎呦一声,高声说道,少爷,少奶奶,这是欢迎咱们从江南回来。 车队停在了范府门口,范府便热闹了起来,范贤好奇地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抓着出府迎自己的清客郑托,问道,郑先生,这搞得是哪一出? 郑托哈哈一笑,说道,少爷,您今日封了谭伯宫,这可是天大地喜事,各不格里来道喜的大人不计其数,此时都在宅子里等着您回来,如此光宗耀祖,当然要好好庆贺一番。 范贤一愣,这才想到自己已经变成小公爷了,抬头看着范府匾额上挂的那圈红布,忍不住苦笑了起来。 林婉儿吃惊地看了她一眼,问道,向宫封了宫。 范贤点点头,林婉儿听着这话,眉眼里全是喜色,就连身旁的思思都不能免俗,兴高采烈至极,毕竟在这个世上,总是讲究这些的,一位臣子能在范贤这么大的年纪就封宫,放到哪里去说,也是格外光耀门眉的事情。 一路往里走,一路便有前来贺喜的官员行礼,范贤忙不迭地回礼,只好让藤大家媳妇出来,先将婉儿思思和那几个丫鬟接近了内宅。 范府的下人,仆妇们更是满脸春风,脸不迭地向着范贤下跪磕头。 打赏,打赏,一路都有赏钱派出去,范贤当然不心疼,只是觉着至于这么高兴吗? 便连婉儿和思思都乐成那样,如果妹妹在家里,不知道会不会也乐得不行。 终于将一英事由收拾清楚,好生送走来客,范府一家人才齐聚在园内的花厅里,柳氏端坐范贤身旁,眉眼间也尽视笑意,思思抚回范府,便被派了一个很光荣的任务,开始安排范席。 想当年,以往这任务是没有作证的柳氏负责的,这也等若说是范府已经承认了思思的地位。 范贤和下手的儿子媳妇儿略说了几句,又说了说思思的事情,反正在丹州已经办过了,有老祖宗点头,他这个范府家族也不会再说什么。 范席弄好后,花厅里没有什么闲杂人等,一直被憋在家中的范思哲终于屁颠屁颠地跑了出来,先行见过嫂子,便坐到了范贤的身边,死皮赖脸的讨好处。 婉儿吃了一惊,心想小叔子不是在北齐,怎么偷偷摸摸地就跑了回来,缠成这样。 范思哲缩了缩脖子,说道,你倒是不稀罕,这天底下笼共能有几个公爷。 范贤笑着说道,那也不至于找我讨赏,你如今的银子还少了,我看再过两年,我和父亲就得伸手找你要钱。 范思哲嘿嘿一笑,说道,银子也买不来大哥的名声,您将来是要做王爷的, 什么时候也想办法给弟弟我谋个爵位才好。 范贤一愣,这才想起来,去年秋天,报月楼案发后,司哲被刑部发了海捕文书,自幼得的那个龙齐位的爵位自然被除了。 但是听到王爷二字,范贤心里还是觉着有些古怪,他和父亲对视了一眼,都清楚了彼此心中的判断。 以范贤的身份,一等功也就到头了,怎么也不可能成为王爷,除非将来如何如何。 席间顿时沉默了起来,范思哲也知道自己的话说得有问题,不敢再胡扯什么。 婉儿看着这一幕,娇憨一笑,对小叔子说道,回来了就别忙着走,待会儿吃完饭后多陪着父亲母亲玩几圈。 范思哲一听要到麻将牌,而且还是嫂子提议,顿时精神一震,这一年多在北齐牌桌上未遇敌手,今夜又要与天下第二高手之嫂子对阵,那叫一个兴奋。 后几日一应太平,并无太多故事可讲,二皇子一戏被打得人心惶惶,长公主安坐宫中不知道在想什么。 范贤只是偶尔想到太子在抱月楼上的出奇表现,很是生出了些疑惑。 这位太子爷,庆国龙以名正言顺的继承者,所选用帝应对手法自然是最佳的那一种,可是眼看着局势这么走,他的把握来自哪里? 范贤想不清楚这一点,范贤也没有想清楚,太子敢这样冷眼旁观? 范贤,黄书,乌八整二里飞他的手头有一股大助力,可是原先支持他地长公主,如今早已被范贤挑明了与二皇子的关系,太子凭什么再次相信长公主的话? 想不明白便不再想,因为来年春还是要回江南,而年节之后? 还有像陈元、静王府、大皇子府上这些地方是一定要去拜访,所以趁着过年前这几日,范贤没有去监察院,也没有入宫,只是老老实实地窝在范府里,孝顺着一年未见的父亲,管教着久在北方的弟弟。 一家人团圆的气氛真是不错,只是少了弱弱和丹州的老祖宗。 某一时,范贤曾经私下对父亲说过,祖母一直没有见到丝哲,是不是得找个时候让丝哲回丹州去? 范贤想了想,确实也是这个道理,便让范贤安排。 正当一英事态按照一种平和的姿势发展时, 腊月二十八,范府来了位不速之客。 这位客人乃是北齐驻南庆使节,身份有些敏感, 却是专门在红卢寺报备之后,登上了范府的大门。 范府和府君爵古怪,却也只好开正门相迎。 这位使节对范贤好生恭敬,又带北齐朝廷转达了对范贤的慰问, 言道关于山谷居杀仪式,北齐百姓感同身受,身为小贩大人不平。 在放下一大堆礼物之后,这位使节离府而去, 只剩下范贱范贤这一对爷俩傻兮兮地看着彼此。 当天夜里,南庆红卢寺便来人了,内庭也来了一位公公, 向范贤解释了一下为什么北齐的使节会登门上访。 原来,范贤被刺杀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北齐,不知为何, 北齐那位小皇帝竟是亲笔修了一封私下里的书信, 托人传给了庆国皇帝陛下,对于范贤遇刺表达了自己的关切, 并且对庆国朝廷不注意范贤的人身安全, 也表示了隐晦的批评。 范贤听着这话,对着那位公公和红卢寺的少卿, 倒吸了一口冷气,开口骂道, 吹皱一池春水,干他,鸟事。 红卢寺少卿与那位公公尴尬对视一眼, 小义安慰道,北齐人存着什么心思, 咱们都明白,小贩大人也不用过于愤怒, 这等龌龊伎俩,能有什么用? 那位公公也奸笑说道, 他们要送礼,您就接着。 送这两位出府之后, 范贤急匆匆跑到书房里, 对着父亲大人问道, 北齐人究竟想干什么? 这事轮得着他们表示关切。 范贤苦笑道, 有件事情一直忘了和你说, 陛下似乎也忘了这茬, 当初你出使北齐的时候, 不是在上京城皇宫殿上, 曾经答应了他们的皇帝, 说有空的时候, 就去他们的太学讲讲课。 范贤认真想着, 似乎还真是有这么一句话, 可是自己好像没有答应吧。 范贤探息道, 你去江南帝十节, 北齐人向红卢寺发了份文, 说是聘你为上京太学客座教授, 陛下只是当那小皇帝无聊, 也没有当回事, 哪里料到, 北齐人竟是在这里等着, 如今你既然是上京太学的客座教授, 又在南庆遇刺, 他们表示一下关切与愤怒, 似乎也说得过去。 范贤气苦说道, 这时候因我一道, 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 范贤抬起头来, 看了儿子一眼, 摇头说道, 虽说是很粗糙的手段, 有些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挑拔, 只是, 你在江南与北齐人的勾当, 终究不能一事瞒下去, 机会之下, 谁知道将来会不会让陛下疑你, 他们只需要送些礼物, 带两句话, 丢些脸面, 便可以扎根刺在你喉咙里, 这种买卖, 划算得很。 范贤皱着眉头, 大感愤怒, 说道, 山谷狙杀, 北齐那小皇帝却横生一劫, 看来朝廷不会再继续查了。 范贤看了他一眼, 苦笑说道, 本来陛下就不想查了, 如今又多了这么好用的一个理由, 怎么舍得不用? 范贤也苦笑了起来, 伴赏后, 对父亲认真说道, 父亲大人, 初一的时候, 我要进祠堂。 范贤并不如何吃惊, 从皇帝正式授予范贤谭博公开时, 他就明白了皇帝的想法, 只是平静说道, 这件事情, 我要入宫问清楚。 要是来cel这种安静说道, 能不能被称之后, 要是去年思想还有一位顺利盾, 显得更是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